來看這個宜蘭有一個選擁有的 男人飲酒塞車先撞到停在路邊的火車 接下來又撞到一個路邊買菜的 富林郎 可知這個富林郎 受傷 但又沒有生命危險 根據警方調查這個選擁有的 男人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 飲酒塞車讓人抓到了 選擁有的富林郎買完水果走到路邊 不過一台白色轎車 向上衝過來 先撞到旁邊的 哪是有洗火車 又背起來撞一個冰炭器 是因為富林郎的頭 手上 重點都在頭下 好把這台上衣 無心的危險 這間22月4點11分 發生在三星路一斷到廣州 路口車庫 又是喝酒塞車所造成的 25歲 信任的路加速 手指責打到每公升0.83元 客氣 讓警方以照公共危險做上班 那陽性駕駛金 實施酒測 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值 現場的民眾說 事情發生之後 酒水性因為女人不知道自己撞到人 還想要拿自己車上的皮包準備走路開 我知道旁邊水果大家看前行大車化 他才沒走 根據警方的調查 這不是信任的路主 第一次喝酒塞車給抓到 他沒討論有公共危險做的健康 根據他的公法 他日日是先去三星朋友人家喝酒吃飯 他開的這台白色轎車 是跟棟山珍珍川的朋友做的 為了行車不知道喝酒開車 健康好用 喝酒開車嚴重危害到自己 和別人的死命安全 民眾不能有倒極的心理 記者怎麼報道